从今天开始,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或正在出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垃圾分类纳入立法。 46个重点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 为梳理中国垃圾分类进展情况,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 以及国际上和中国先行先试城市的经验,关注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系列报道,垃圾分类在行动。 今天播出第一集,中国垃圾分类进行时。 2017年底,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通知, 划定46个重点城市垃圾分类推进时间表。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中央各单位、省职、机关已经全面推行垃圾分类。 我们选取的46个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和分类处理的系统正在逐步建立。 今年上半年,我们会同各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在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通知。 2019年5月1日起,福州市在五城区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 将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大建垃圾、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等五大类进行有效处理。 5月1日起,大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开始实行。 5月29日,北京市提出推动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 商业办公楼宇、旅游景区、酒店等经营性场所 开展垃圾强制分类并逐步实现全覆盖。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逐步推行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 8月15日,新修订的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9月1日,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不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将可能被罚款并纳入征信系统。 10月1日,宁波市将正式实施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中国现在推行的垃圾分类方法主要是四分法, 包括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 各地根据实际有所调整,比如上海, 按照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干垃圾、湿垃圾进行分类。 西安实行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分法。 北京的垃圾分类方法跟西安相同, 虽然称呼不同,但分类内容一致。 厨余垃圾就是厨房里面的生菜生饭, 但是容易混的就是咱们有时候吃的肉的大骨头, 还有老玉米棒子里面的芯不能算厨余垃圾, 因为它不容易腐蚀、不容易发酵。 有毒有害的是药品和含钳、含拱这些有毒有害的, 比如说灯管、还有电池。 电池、干电池是不是,是属于其他垃圾。 专家表示,垃圾分类有利于社会文明素质的提升, 也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 之前,湿垃圾主要采取混合收集的方式, 在运输和处理阶段会产生资源浪费。 到了末端的处理阶段, 不管是采取焚烧的方式也好, 和填埋的方式也好, 增加了剩率液的处理, 那个成本目前单吨按照国家标准的排管标准来会, 会增加50到100多块钱的处理成本。 增加了处理成本, 同时也增加了二次污染的可能性。 垃圾分类的后端处理设施决定前端分类。 驻建部表示, 2019年计划投入213亿元, 到2020年年底, 先行先市的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2025年前,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加大分类设施建设, 各地还要持续加大投入, 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上面加强有机险阶。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 专家表示, 抓好前端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后端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才能促进中间环节的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 垃圾分类在行动,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